早晨,今天是8月15日星期二 欢迎收看《开市直击》 今早有独立股评人汤丽雄 和我谭海运陪你一起开市 Kimi,今早大使有什么焦点? 今早大使的焦点,留意10点 我们会公布三头马车的数据 当中包括零售数据、工业等数据 另外也要看回人民币的走势 因为昨晚美股看到利外人民币曾去到7.200这些水平 去年低位7.3 所以就看回今天三头马车数据 可否令到人民币的走势 再度有机会走强,救回恒指向上 观众朋友,如果你有投资上面的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大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向上的,纳指反弹 美国十年期债息逼近4.2厘的今年最高 不过大型科技股仍然做好 美股早段好点增持 道指最多跌111点 收市转升26点 收报35,307点 标指升0.5% 收报4,489点 纳指升超过1% 收报13,788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再跌0.4% 欧洲股市方面是个别发展的 法国和德国股市向上 看看焦点美股 Amazon,NetA和Google升幅超过1% 苹果靠稳,Tesla再打减价战 股价一度跌3% 收市跌幅收窄到1% NVIDIA急升7% 摩根士丹利认为NVIDIA 今个月股价已经调整了13% 现在是低级的良机 目标价上升500美元 2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下 阿里巴巴和美团比本港收市低超过1% 美团折合133.6% 阿里巴巴折合91.34% 汇控比本港收市落低 折合62.21% 看看亚太区外围的情况 逆风平均指数早段升263点 最新报32,323点 所以综合指数跌20点 悉龄普通股指数升25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19点 看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的情况 现在早段向下跌100点左右 恒指到18,700点附近的水平 稍后到原本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现在和Kimi谈谈外围的情况 外围上这星期大家观望联储局的议息会议记录 以及今晚的零售销售数据 下星期下旬会有Jackson Ho的央行行长联会 看到美国债息过去一个星期持续上升 最新去到逼近4.2厘 去年11月以来最高 纳指上星期也受到拖累 昨晚有反弹 你如何评估长债息上升 对方网股的影响 策略上你觉得应该如何做 最主要是最近看到整个美元指数的走势 现在已经去到103的水平 其实已经看到短短一个月 8月开局到现在美元指数 从差不多101至102水平 攀升到103水平 今次的攀升 留意一下 其实是避险的因素为主 因为8月份大家看到 其中一间主要的一个评级机构 将美国的主权评级调低了 亦都将美国的一些银行股的主权评级调低了 另外在中国方面 内房的债券大家都是忧虑的 特别就是碧桂园 昨天的时候都看到 它有几十只债券 就是一开始就停牌 甚至软洋 3377他们的财务危机 大家都担心 所以资金方面 一定会拥有美元去做避险 所以即使我们看到 7月份的时候 美国的CPI通胀数据 是继续符合预期放缓 但是为什么美元仍然如此强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其实美元走强 都会看到对于债市方面 都会有一个比较大一点的波动性的影响 这次其实美元走强的话 我自己认为持续性 有机会留意一下 104这个就是美元指数的阻力 暂时看到现在正在做103.17这些水平 因为市场仍然都要看回 明天的时候 美联储将会公布 对上那次意识会议 的既要 讲到什么重点 大家会把焦点放在 究竟9月份 会不会再进行加息 因为如果美国 在9月份再进行加息的话 大家留意美元指数 有机会 去105的水平 而如果在内地一些内房方面的措施 未有一个大规模的放水 或者降准的措施 落地的话 那小心人民币真的会走回 去年10月的低位7.3的水平 也会令到一些资金方面 对于债市 可能都会有一些比较避险大的 一些需求 所以现阶段 我自己都会看 整个大市的状况 都要看待10点钟 中国的三头马车数据 以及明天未联储公布 对上那次意识会议的纪要 比如说美股方面 你觉得现在 就是不要做那么多的买卖主 会不会都是这个建议呢 现阶段我觉得美股 再向下的空间是有的 但是现在是一个 技术性的短期反弹 因为我自己会看着一个 很简单的美股指标 就是标普500指数的 Fear Index 我们通常会看标普500指数的 贪婪指数 去看回美国投资的散户 或者专业的投资者 对于美国的贪婪指数有多少 美国的贪婪指数 曾经一度 去到差不多83个水平 我们叫做Extreme Greed 就是非常贪婪的水平 各位都会觉得 美股不断上升 不断去买 但是最近因为美股的回调 尤其我们看到 苹果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已经由高位回调了很多 现在苹果的股价跌下来 我们已经看到标普500指数 这个贪婪指数 已经回到66水平 我会说64是一个健康水平 所以其实 最近看到美股的回调 差不多去到64-66区间 将会有一个短期反弹 所以昨天大家会看到 美股在三大指数的走势方面 没有前几天做得这么差 大家看到昨天纳指反弹超过1% 标普500指数 同样都可以去到昨天的高位 进行一个收市 所以现阶段我会看 如果你想短炒美股的话 短期反弹完全OK 没有问题 但是要小心 我会觉得这个升势 去到8月底的时候 就会再度跌下来 所以大家要留意 当然 如果我拿着标普500指数 最主要的支持位 4100点 4100点这个位置 其实已经是去到100天线 这个很主要的支持位 我觉得跌破的机会 今次调整不太大 但是这一次 大家都可以对美股 捉住一个港股的概念 短炒概念 如果真的再上升 长升的一个动力的话 我觉得可以看纳指 回调到13500点这个位置 就是可以再重新 重拾大型的上升动力 9月份会出现 因为9月份将会有一个 很大型的一个 芯片公司会上市 叫做ARM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因为这一只大型的芯片公司 连Amazon也有投资 NVIDIA也有的 当中它主要最大的股东 就是SoftBand 拿着它最少50%的股份 是今年美股最大型的芯片股 IPO 筹资额最大 我就会觉得 把整个纳指 美股都会再度向上 今次短炒美股OK 留意13500才是纳指的底部 好 我们看看上日恒指的走势 稍后Kimi会和大家分析一下 恒指向下的时候 的支持位大约在哪 我开个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好 恒生指数昨天失守190点 人民币会价偏弱 交上内房债务危机 恒指列口低开377点后 最多曾经跌520点 收市跌幅为收窄 收市跌301点 报18,773点 跌幅1.5% 科指跌64点 报4,208点 跌1.5% 国指跌116点 收报6423点 跌幅1.8% 成交金额增加到1,041亿 北水连续第三天 录得正流入 金额是88.4亿 继续吸额ETF为主 盈富基金吸资1319,000万 腾讯吸资6亿1,000万 恒生挂置ETF有6亿1,000万 北水连续入 静流出方面 快手有1亿8,000万 北水连续出 中心有9,000万 大市又退到19,000 昨天跌500点之后 收市跌幅收窄 不过 看看数据 由上个月24日 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之后 录得的升幅 由18,700点左右 上到20,000 几乎蒸发了 上日市场关注着碧桂园 和阮阳地产的债务问题 最新的问题是延伸到信托公司 而是理财产品 中国十年期的债务 大概是2.6厘左右 内地会提供一些超过5厘以上的 理财产品 给市场 这些产品 很多都投入了房地产企业 内房有一个违约危机的时候 有机会引发这些产品的对付危机 其中一间就是中庸信托 上星期爆出了无法如期对付的事件 摩根大通就有解读了 中庸信托事件恐怕会令开发商 以及一些非银行的债权人流动性的压力加剧 昨天港股跌就成交涨了 阿Kimi 你如何判断后市走势 中央随时出手救市 现在做淡又是否非常危险 我觉得再做淡是危险的 我第一个指标 看JP Morgan大摩的报告 你留意每一次大摩一场淡港股的中概科技股 或者内房股的时候 中央就会没多久出售 令到整个市况重新大摩 例如我们说回去年三月份港股低位 刘鹤立刻出来说话 当时三月份低位就是因为 JP Morgan也发了一篇报告 将所有中概科技股的目标价 调到一个耗低的水平 当时大家都很洪荒 我还记得当时一日之内跌千几点 连续两天都大跌 之后财经官员刘鹤也出来说一些说话 支持这个港股和A股 所以就令到整个港股市况V型反弹 对上那次 迫为月 迫伏 大家都看到 摩根大通 对上那次也有说 预测这三个内房的公司 未来目标价会跌35% 其实我们看回 其实它是说准了 但当时一出完这份报告之后 我们有出手了 就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推了很多支持内房等等的措施 令到市V型反弹 最近看到大摩又出手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很好的Signal 就是给大家看 可能港股短期 我觉得做淡的机会 开始就已经不太大了 如果有淡座开始平仓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 如果牛红分布方面的话 今早我就看了 街货最近接近100% 已经去到19147 是红症来的 其实证明市况方面 大部分散户看淡 这个港股 所以大家已经将 红症方面 从最初21000的红症 买到近到 差不多19,100 其实现在你看到 期指正在做18666 其实大概都是400点的buffer 如果真的10点的 骚头马车经济数据好 或者今天再出一些 中央的利好的措施的时候 随时爆上400点 杀回这100%街货 我觉得是有机会在这个礼拜 所以你看到红症近了19,100 是有一个诱因 突然间就会有一个反弹 刷上去 所以我都会看 港股18,500 即使穿完之后 短期的反弹位 19,000位置 会到的 第三样东西 当然大家就要留意 整个人仔 人民币的袖势 因为刚刚 早段也有跟Wendy一起谈 就看到 因为资金避险 所以流入去到美元 美元 美元指数 但是人仔今早的时候 其实看到稍微强了一点 未去到昨天7.28 这个比较敏感的水平 现阶段 其实看到已经持续在7.27 至7.25 这个水平 徘徊 大家就要留意 如果 人民币方面 看看内地会不会持续抛美债 去支持 人仔 就是企运的 如果持续抛美债 支持人仔企运 留意今天会不会有些内房支持的消息 有机会令到另外的人民币反弹 我会看短期之外 恒指会反弹 去到万九这些水平 嗯 好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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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